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卫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万能下饭酱的做法 可以拌饭拌面,也可以炒菜炖菜 香辣可口,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所需食材 草果,白芷,麻椒面,凉姜,肉蔻,桂皮,小茴香 辣椒面,生姜,八角,白糖,蒜瓣,五花肉,黄豆酱,大葱白 少许菜籽油,烧至冒烟,多烧一会儿 去除里面的油腥味 菜籽油烧好后,放在一旁晾凉 我们再准备一桶大豆油 最好是非转基因的那种 同样用大火烧至冒烟 将油烧熟后晾凉 葱白切碎,大蒜切碎 五花肉,洗净后打成肉馅 生姜,去皮后打成泥 所有香料,用清水,清洗浸泡一下 然后控水捞出 将烧熟的菜籽油,豆油混合在一起 倒入香料,用小火将油熬香 再将所有香料过滤干净 并找一大锅,倒入酱和白糖 将糖搅拌化开 再倒入打好的姜泥,搅拌均匀 锅中倒入一半熬好的香料油 再放入肉馅,用小火慢慢熬制 熬到肉馅香气四溢时 将锅中的油过滤到另一半香料油中 然后将肉馅倒入酱锅中 用铲子搅拌均匀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熬制酱的过程中 全程开小火 铲子要不停地搅拌 防止糊锅 将切好的葱白碎 倒入香料油中 用小火慢慢熬香 将熬好的葱白碎 控油捞出 倒入锅中 用铲子不停搅拌 这时满屋弥漫着浓浓的酱香和葱香的味道 葱姜沫也用相同的方法 熬好后倒入锅中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小火慢慢熬制 香料油晾凉后倒入辣椒面 开小火慢慢熬出香味 一定要注意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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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倒入麻椒粉 继续用小火熬制 这时红油的香辣 加上麻椒的味道 堪称一绝 让人食欲大开 红油熬好后 倒入酱锅中 继续用小火熬制 做好的酱 我们可以拌饭 也可以拌面条吃 在炒菜的时候 放入一勺酱 做出的菜会更加香甜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一下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